TOMCAN LADO MATTHEW 剛剛今天介紹了很多工作教學健身 也是我行走江湖的藝末 首先我想做一下個人自我介紹 我是初中在古毛頭 離這邊很遠 就我们那个地方大家知道了就是那个我们的教育相对不是那么强 所以你的课外的生活不会那么的丰富 基本上我们每天的好多生活就是宇宙外景华城就对我们课还会上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愿意学习很多东西 即使是学习另外一个东西也愿意去上学 所以我当时就接受了一个就出到了一个竞赛叫做新一学套礼品的联赛 也许做教育的很多人知道 因为这个比赛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保送的资格 所以就算是你花很多的精力去学家也不会骂 所以后来我也是因为这个比赛去保送了北航 然后等零级毕业的时候呢 因为北航是一个理工课比较重的学校 尤其它是一个半军工的学校 所以如果你不去从事这些相关或者读研的话 其实你的出入就基本要自己去想你要怎么办 然后当时我有两个考虑 一个就是说我喜欢技术相关的工作 但是我不喜欢重复性的工作 就这种重复性的可能是抽象意义了 重复性的就是说每天编程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了 挺不重复性的这种动力的工作 然后当时我接触到了北京的一个创作空间叫火创 然后我在那里面做这个工作坊的老师 然后去教别人做工作坊 然后包括我去计划图中任客 教当时的那些小朋友去研究什么的 后来我们我跟Dio做了一个叫Mikarpapa的团队 这个团队主要是做一些创作类的活动 比如说执盗的分享会 然后工作坊 然后吃Hackson这些活动 我们都会做 这个是我们在Mikarpapa期间 我做了一些作品 然后这个是一个之前Mikarpapa上 像我们有展的一个作品,就是拍一个小车,然后但是有一个拉杆,然后一拉的话它就会飘移 所以你在路上可以走一走,然后一拉就飘移过关系 然后这个是一个U盘,但是当你插到电脑上以后,大部分机梦就把你的信息打到这个电脑屏幕上,变成一个你的影片 这个是我们之前绑造的一个火影片的一个作品,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藏在手心里的小装置,然后你一拉的话它就会拍一口球出来 然后下面的这个是一个牛奶盒,然后我们给它装立一个眼睛,这样当你靠近的时候,它会突然张开眼睛开,然后吓得跳 对 然后后来,其实在北京待了有一年半,包括上大学,可能有五年的时间 然后等到一五年的时候,北京的这个空气啊什么的,豆花有点严重,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怕死 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个别的城市,它的环境会更好一点 然后我就在直播上搜一下,然后搜到一个答案,就是说 深圳的天可能是这几个城市里面最良的,所以我就来深圳看了一次 然后,后来我就来到深圳,然后当时我其实在深圳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柴火上班 当时我在柴火做了一个活动,其实是我们在对白发期间做的一种活动的形式,就是叫公民社 这个活动可能还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参加 就是它的模式就是说,会有一个人带着大家来把一个东西做出来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呢,他想做东西,但是他并不知道怎么把东西一步一步做出来 然后,常见的工作坊的东西呢,又是一个导师提前知道了所有的环节,然后他来一步一步教你 就会发现,你是在许,就是在跟着别人做的东西,而不是在探索一个东西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当时,呃,带着会员也一步一步都会做各种各样做的东西 啊,这个放几个,一个是,呃,当时做的一个巧合包机器人 就是,如果有人在群里面发火包的话,他会自动的把那个功能点开 但是,呃,我知道就是有很多软件使用这个功能,但是,当你把它硬件 就是把东西都保在屏幕上,你会发现他有那种电子工程式的美感 然后,呃,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深港广间展做的一个展品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呃,美国大学的开源项目,就是它是一个沙盘 然后,当你把沙子摆成不同的形状的时候,它会实时的改篇上面的图案 比如说,你把沙子对着一个山,它就会投一个山出来,然后你如果,呃,挖一个草的话,它就会有水流进去 好,然后这个是一个,看不到几个镜头,就是我们拿一个,呃,奥料的那个,明天盒 改装的,就是说,你觉得它是一个很扁的镜头,但是,你看它可以,你感觉它是一个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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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的镜头 然后,其实,做完,做了大概两年半左右吧,我就发现说,创客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之前在,呃,社区,因为一直,一直在创客这个社区嘛,所以我觉得,我发现很多创客,其实它都是把,这个创客这些事情,作为个人爱好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呃,电子工程师,然后或者说是一个码头之类的,它平常是有一份自己的正业工作 然后,但是它在业余的生活呢,会把自己,就是,会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把它分享到那个社交媒体上 所以,呃,我在想说,创客这件事情是怎样的,怎么,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一件,可持续的,就是,产生专业价格的事情 然后,最初我在,想我自己有哪些变化之后,我发现,最初说的那两件事情还是存在的 但是,第三件事情,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当老师 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就是,感觉是自己站在台上,然后,台下都是,不知道怎么做的人 然后,然后相当于说,我交给互助的作业,这个过程,我自己有一点变化,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有别的模式 然后,呃,这时候我接触到了,呃,因为,因为在这个期间,我接触到一些杨美的人 然后,我发现,杨美有一个专业,叫交互专业,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跟,呃,创客其实很像 就是说,他需要,呃,用传感器啊,用电路啊,用搭面机,机械解构这些,实现一些新奇的, 呃,效果出来,这时候呢,呃,并且,并且我发现,这件事情在商业,商业上有需求 就是说,呃,你,呃,因为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新加图展厅,比如说活动,呃,比如说现在 最近有一些快试店,他,他有一个很强的需求,就是说,他需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多 那,呃,怎么,嗯,那,那,传统的这种展成设计,包括活动设计呢 就是说,呃,有一个,有两个局限,比如说,呃,他可能,他只能单向的给观众输出信息 就比如说,他一个海报,一个,呃,展新一个,呃,一个活动啊,就是你,其实你只能站在这边,单纯的接受他给你输出的信息 但是,其实我们用的创作这些东西呢,是可以进行双向的交流 比如说,你会发现你可以比的一个动作,你的一个,呃,肢体,肢体的这种 揮手啊,包括一些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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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因为其实,呃,尤其在一线城市呢,就是,其实大家对讲理性设计,就是,你看的会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呃,这个例子没有特别意思 比如说,像喜茶,比如叫奈全,你进到一个,他的一个店,会发现他非常漂亮 很漂亮到超乎你的想象,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是在你的认识委屋上 就是说,你就是,你进去之前就知道他很漂亮,但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漂亮 但是我做的东西在一六年的时候呢,有会发现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接触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呃,这件事情他想不到 他想不到一个球呢,他一哭了,然后这个球会变颜色,会跳,会哭开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从一六年开始做一个,跟朋友做一个,呃,叫做白鲁工作室 我们就专门做这些,呃,互动装置,或者说交互装置的定制 呃,总之,呃,呃,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我开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创业公司如果在三年内没有死掉的话 那其实也就超过90%的公司 这个,这个三年跟,呃,九十这个数字有一个不同的反论 但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在,呃,这个公司刚创立的前几年是比较难熬的 那反正我现在也要过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一些客户,就是,呃,因为你知道我做的东西是定制的嘛 所以他单价比较会,我们一般来说,买单的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有钱的这种基础吧 然后,我们帮,比如说像一些,呃,地产的展厅啊,经贸啊,像华人池地啊,做过一些,呃,他们的,受容处的展厅 然后也帮,呃,比如说,呃,那个,冰空茶,球大作战,天猫,做过他们一些活动上的装置 然后也帮,呃,外星的发布会,做一些发布会上的装置 这个,可以举两个例子吧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是我们第一个正式的作品 就是,当时华人觉得他的,他有边,他有个展厅,这个展厅里面强 他觉得这边墙太过,呃,死吧 所以,他希望这边墙更你收心一点 然后,做的这边墙,就是,当你走过的时候呢,你会像带起震风一样 把这些六边形全都带,带着洞 大概这样,然后,你触摸其中的一个六边形呢,他也会像一个脸一样,产生一次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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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造之前的视频有什么样子 在某些触发点上 你触摸以后 它会展示说它改造以后的样子 应该视频后面有展示 比如说改造以后 你触摸那个大马 它就会在这个管理上小包装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它可以有那个 打个这样的期待视频 然后比如说它有单独的自行车道 这样就是我们体现它改造前 它会改造后使用一些变化 然后 因为这次 WikFair表演会主题是 可视频发展 所以的创作模式 所以我想给大家就是 如果在座有一些人生是创客的 然后他想从事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建议 就是有一句话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 人是编绘在自我编织的一个动物 就是说 你其实要看你自己的 你自己所在意的市场 以及创客这个东西本身上提供的事情 在我看来 其实创客最主要的意义是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技术所运含的不特别 我发现有一些电路板做得非常精巧 然后有一些 装置你开上去就会非常漂亮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和意见相关的创意 比如说 对 就外面 外面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展片 就是这样 包括一些需要运用一些电子相关的知识 那如果这两者之间是有高度的结合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看索 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把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可追的事情 然后招呼装置 是我根据我自己的需求 就是刚刚那个三点 这三点 总结合 看得不出来的这一种 是的 好 大概我的那天就结束 好大家 谢谢